即使有人ổ在門口 徒丞翼 年輕模式 我記得有一張課致秀照相 當時吃完早餐 你要带着女儿去上班和上学 我们就要到门口打一张线 那是真正的 没有责任是需要的 只是责任的时间和友谈 是比较责任的 实际上他都不需要再送我们这样的礼物 30年代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情景啊 立地在那儿 当年他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希望我来帮你 他非常期望着你的讨论 所以我此次来这里 我觉得我也是了确了一个心愿 对一个友人的心愿 我也是来自于基层的 我做了七年的农业 然后做村长 做县长 做县长 做市长 做省长 可以说我和普通群众啊 都有着这个很天人的感情 再见 哎呀 谢谢 姑娘 哎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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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都想要看千年的中国去先 看五百年的中国去北京 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 但是每一个城市 哪怕是千年的百年的 几十年的 都有现代的意义 我们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绚丽多彩的这样的社会图景